这里就是小街长沙律发大会举办地 王城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打卡大美王城 来一场不一样的文化纪律吧 书发是汉子属鞋 使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是中国一门独一物二的遗书 在长沙王城区 有一座仿佛产生于书画中的山峰 一千五百多年前 奥阳勋参与刺西刺西壁 连就了一首精美绝论的开书 终称文明世界的一代书发大家 今天我来到的地方是奥阳勋的古乡 望城鼠坛山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体验一下 中国书发的美丽吧 老师好 好 我看你们这里写得挺漂亮的 可以跟你们一起选一下吗 是吧 可以啊 我们这个地方就叫苏阳山 奥阳勋他就出生在我们苏阳山这个地方 它是我们当代的一个剧名的书发家 凯苏大家为凯胜 这是写的苏阳山 欧阳勋 我也想自己体验一下 好 可以可以 不过我说时候我出来没有写个这样的连续的字 你就模仿这个样子试一下 它是一横下面一个口字 里面是一个品质 就是有一些难度吧 很难 我们这个地方正因为历史上有欧阳勋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学校都 你看我们这些孩子都是学校学生 他们非常热爱书法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这个文化的群层 欧阳勋来自苏阳山这边 对 它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认识 当然剧情现在有1400多年了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一千多年来的 爱书法一直是个潜移魔法的群层下来的 其地方只记载 欧阳勋及其四字欧阳通 藏匹居故乡熟滩山 热意临时为客 夜意读书为乐 或随友谈其与五目观世之间 火台时论文以尘存 比税之地 过至平均添淡的田园上火 在这里 除了可以学习书法 登地还打造了奥彦逊的朋友圈 再现当年文人摸客的方光 快来一场 穿越时空观音世书法居滤吧 高山有水 高山有水 尹贵客 诸位 请 花开书堂上 观音史书画 观音修在欧阳玄和欧阳小通的带领下 写礼白 杜福 速舍 力情招等 其微 汤松温热抹客 跟随玄蓝管音语 穿越诗书 滑金 新山中国古代文摊 三县门队滑天地 因此国父 五间龙墙 又艳牙籍 共苹果学美丽 高阁火达人生 放肤穿越诗空 昨夜西风凋毙露 独上高楼忘记天涯路